第一手观察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到现在还以各种形式在云南遗留 中央社驻北京记者邱国强 在前几天曾经实力采访有他深入观察 另外16号到28号 在江苏南京所举办的第二届 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目前正这列展开 那么在今年的青澳会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有哪些特色呢 我们就要邀请国强来告诉我们 非常欢迎国强您好 丽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我们先来谈 你前几天前往云南这边来实地采访 我想这是一段血泪历史 那么您知道云南的哪一个地方 去看到这些英雄的遗迹呢 我是先到了云南算是很西边的藤冲 它是在山里面的一个县城 那藤冲那个地方 它有一座墓园 现在被命名为国殇墓园 它里面埋葬的是那个我们当年中华民国国军 受盟军的邀请远征缅甸 还有修逐这个中印公路 殿缅公路 在这些的战役 还有这些这个过程当中牺牲的这些官兵的遗骸 还有一些呢是大陆当局 在最近这几年到缅甸去把一些 藏在缅甸的一些这个远征军的遗骸 移林回到这个藤冲这个国殇墓园来安葬 那这个地方坦白讲就是算是一个边西战役 也就是云南西部战役中算是最有历史渊源的这一个景区 那它就是一个墓园 然后大陆在这个前两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墓园旁边盖了一个滇西抗战纪念馆 里面还展示了不少文物 那我在里面参观的时候很压抑的是 里面就展示出了当年这个远征军 他们所使用的一面中华民国的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这在中国大陆能够看到 中华民国国旗是非常难得的 对对对这点是让我蛮惊讶的 然后当然在那个藤冲那边 那个大陆也刻意安排了几位 那个当年是国军 参加过这个边西战役 远征军的国军的那个退伍老兵 退下来的老兵 然后来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我记得有一位老兵 他姓卢 他已经90岁了 他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说他有的时候呢 自己一个人跑到墓园里面去 站在那个墓碑面前呢 跟他们敬礼 也会跟他们说说话 那这些逝去的这些 他的这些同袍里面 有一些呢 甚至是跟他睡上下腹的室友 然后还有一些是他的 同一连同 甚至是同一排的一些 他们的那个同袍 那当时我们听了之后 其实是蛮有感触的啦 是我想是革命情感 这种同袍之间的情谊 是很难忘华的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 那个藤冲的南边 有一个小县 叫做龙陵县 龙陵县那边曾经爆发过 天西战役里面最激烈的 那个叫做松山战役 那么松山战役 日军在那边挖的那个战壕 他们挖的那个战壕 现在呢 那个龙陵那边的那个地方政府 有把它保存起来 在那附近就是开了一个环山步道 你走的那个环山步道 你沿路上就可以发现日军 他们当年占领那个龙陵松山那块地方 他们挖的这个战壕 那最后呢 还是被我们的国军攻破了 但是这个战壕 目前还算保存的蛮完整的 现在就给一般民众 就是一边健身 一边这个平掉 当年这个战场的遗迹 然后在这个战壕的附近 大陆他们还特地开辟了一个 这个雕塑园区 里面有402尊的雕像 然后那个这些雕像里面 就是姿势都不一样 有这个站姿 也有坐姿 有的是立正 有的是持枪的瞄准 然后甚至还雕塑了那个 英军跟美军的 他们的这个盟军的雕像 以至于一些退伍老兵 现在可能已经90几岁 甚至100岁了 退伍老兵的 他们的那个雕像 然后这样 排在他们的这个雕塑园里面 看起来也蛮壮观的 然后在这个云南最西端的这个瑞丽 瑞丽那边还有两个遗迹 一个是那个在中缅 边境上面的一个叫做碗丁桥 那个碗丁桥呢 在二次大战之前是一个石头桥 后来就被日军炸毁了 炸毁了之后呢 那国军是在美国的那个协助下面 盖了一个铁桥 盖了一个铁桥 那当然这个铁桥 因为现在是比较小 所以就废弃不用了 后来就另外盖了一个 钢筋混凝土的这个桥 就横跨在这个中缅的国界上面 但是这个铁桥呢 也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然后所以大家 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 跑到那边去看 然后另外一个 是那个南洋鸡公的那个回国 这些鸡公的这个纪念碑 就是因为当年 东南亚的华侨 就是想应这个抗战的号召 回到台湾来帮忙做 这个后勤的工作 还有修筑公路 结果这回来的两三千个人里面 有一千多个人 就不幸离难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 也盖了一个纪念碑 以上我讲的这些地方 是在云南的西部 那么在那个昆明 昆明是比较靠 到云南的东部 昆明那边的话 则有这个远征军的 这个司令部 不过现在 这个远征军司令部 因为当年这些都是洋房 现在就被外包给 那个外面的业者当餐厅了 就变成一个 类似像招待所一样的餐厅 然后另外 还有一些是那个 有好几座这个 阵亡将士的这个纪念碑 就是在纪念 这些当年 从云南踏出国门 但是再也没有再回到 自己的国土来的这些 牺牲的这些国军官兵 所以总结来讲 你在云南 这个不管是东边的昆明 还有西边的滕冲 瑞丽这些地方 你都是能看到很多 这个抗战的遗迹 当然也有一些老兵 甚至有已经超过100岁的老兵 现在还住在昏迷 这个战争非常残酷 那么可以透过这些遗迹 让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下 前人抛头颅撒热血 这种炮火连天的景象 但是也可以感受到 中国大陆对于这些遗迹 是用心保存 让后人来做一些缅怀的 所以当地应该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游客吧 如果他们在经营一些纪念馆 应该也会让后代子孙 能有机会知道说 我们的先人是 为国家如何的效忠 是的 有的 是有一些 他们已经做了一些保存了 不过主要是说 他们做这些保存 还有最近这几年 刻意的拿来宣扬 当然他们也有一些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就是 来因应日本 这几年 当然也是从钓鱼台的事件之后 大陆就非常的注重 抗日这方面的宣传 尤其是日本手下安倍晋三 之前去参拜过靖国神社之后 大陆在这方面的宣传 就变得更加强了 是 这是激发大陆的民族主义的做法 或许可以嗅到这样的意味 好 我们接下来转换个心情 就是今年的热血朝气 他们在运动方面的能量的展现 就是目前在江苏南京所举办的第二届 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其实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 北京奥运会是深受全球瞩目 瞩目的焦点之一就是它的开幕式 那这次青奥会的开幕 看过一些相关媒体的一些报道 好像也是非常盛大 不过就国厂你来观察 大概在今年第二届的青奥会 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做后续观察 因为目前现在有很多运动项目 就逐一展开了 青奥会我觉得 它是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它的一个分支的项目 它是青年奥运会 它的年龄层是比较轻的 但是这个在南京举办的青奥会 有两个地方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第一个就是那个大陆的那个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这个开幕的前一天 就跑到南京去探望这个 他们大陆的那个代表队 那里面就是他们有人在练篮球 就是那三对三的这个 台湾叫做斗牛的这个三对三制的篮球 然后另外还有那个拳击 还有那个体操这些方面 那习近平在巡视的时候 那当然也是刻意展现出 他的这个清明作风 不过他里面有一段蛮有意思 就是他在看拳击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画面上可以看到他 他在那边当场就指导起这个拳击手来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这个再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才知道说习近平讲 他说他当年他早年自己也练过拳击 拳击啊 对对对 他早年也练过拳击 习近平之前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前 去美国访问还踢了足球 大家要想说他足球应该也练得不错 或是有兴趣 其实我在想这可能也许是 怎么讲了 他可能是为了想要拉近距离 他可能就是说刻意的这样子讲 那你如果说很多人在学校里面上体育课 可能这些项目也都上过 对对对 所以说可能我觉得这应该是 基于宣传的这个目的所讲的一些话 但是另外一个就值得注意 就是说日本的那个奥委会 日本的奥委会有提醒 前往南京参加那个清奥会的这个日本选手 就是说没事呢 不要穿着有这个日本队图案的这个衣服 随便的出去走在南京的街上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大陆这个反日的那个情绪 比较弥漫 而且那个南京那个地方 又是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的地方 然后这个算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量 所以日本的奥委会才提醒他们 参加这个清奥会的这个选手 也是不要穿着有日本队队灰 或者是任何可以识别他们是日本队员的 这方面的这些遗物 到这个南京的这个路上去闲旷 中治两国关系的交割 好像在这个竞技场上也嗅到一点点 不寻常的味道 是是是 好那么从16号开始到28号呢 来自吴大洲的3700多名青年运动会呢 将在经济场上挑战自我 追求卓越在文化教育活动当中 能够有进步交流机会 当然也包括台湾的青年选手们呢 我们为他加油 今天非常谢谢国强带给我们南京清奥会的讯息 同时带给我们你前几天前往云南采访 亲自见证了抗制战争期间 中华民国国军远征缅甸的事迹 非常谢谢国强 谢谢您 谢谢金佑玉